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Samson 其實選擇不算太多 我也希望做得好一點 做得好一點 當然 如果網友想繼續去免費看 當然我們會繼續提供 你繼續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你說 突然之間 原來你想支持我們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途徑給你支持我們 所以我也是呼籲 大家首先要去科學生之國平台 在那裏跟陳志文博士交流 更加重要的是你長期持續地 充分地去支援這個節目 為什麼呢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期刊問題之外 可能我們將來的製作比較豐富一些 例如可能有一些文章去解釋 而現在我是兩個人在這裏 最多下面加到 但是如果將來是條件成熟 可能我們會做少後期 是的 或者就算是 各位網友 其實也不一定要在 由Paycode去支持 你去分享去訂閱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 找回我們科學生之的頻道 另外在Facebook 亦都有科學生之的專頁 或者你就算看台長工作室 你的Facebook網站 和我自己個人的Facebook 我都會分享這個資訊出來 是的 但有一件事我都是有點勞騷的 我發覺Paycode新知這個節目 在YouTube上原來有廣告 是嗎 而廣告我是非常之不喜歡的 是嗎 我未清楚 我自己未看 即是那個人 令到我非常反感 網絡會轉的嗎 我不知道 是會轉的 但有說過 這個節目也算是有點水平 你不要找那個人回來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拉低這個節目的形象 即是這樣的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那是隱性車的 知道嗎 哦哦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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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留意一下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會向這個YouTube抗議 大家這樣說 這個也要說 我們噴完一噴 但就這樣說 科學新知的節目的品牌 我們很想做到一件事 是真正正確 而且是不要假裝高深 亦都真的做到一些事 是可以將知識普及 甚至乎有一個 是我以往做的時候 起出望外 就是有聽眾 就是因為他願意吸收 這個新的科學知識 結果令到他投資上 做了正確決定出來 然後他自己贏了 莫德納那 莫德納那 這樣的事件 那我就覺得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 跟聽眾很正面的互動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很簡單 我們是求真 OK 求精確 又不是說 真的要去廣告地 要宣傳自己的產品 但我們希望 就是有一個 好的報道給大家 為大家 在一個正確的判斷之下 讓大家有一個 好的生活 好的決定 是嗎 但我看了一些 的回應 就是那些 的評論 其實也有高手 我們上次說 Fuismat 有一位朋友 可能他知道 有看這個節目 是高手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戰戰兢兢 我這樣說 我自己也感受到這種壓力 但很多時 有些高手 不小心去主動 接觸我時 他都知道 我有些事 其實不是專家 亦是努力做了 但是 一個問題就是 以我所知 有真正物理學 天文學的高手 看著 統計學的教授 我知道 也有人看著 另外 甚至乎 本身 他自己 是做 一些專業人士 甚至是 IT 界 有這些人 我只能這樣說 如果有甚麼錯的 即管 直接指出 本月科學求真的精神 直接指出 我覺得 在這個互動的效果之下 大家提升科普界的水平 是的 一個人 沒有可能 如果你願意實際支持 我們當然非常好 沒有可能 每個學科都能夠 拿到最尖端的知識 這就是大家一定要 體諒 而且我們的時間 亦不是叫做 認真充裕 很多時 我們去做這個節目 那個題目 遠則可能是兩三天 近的可能是 剛剛那天 我們就收到 兩三個小時 剛剛節目前 我們要開始做的時候 才看到這些資料 我們就要快點 那段短短時間 即是有時 我們就要跨出自己 一些不是熟的專業 去做 是的 正如今天 我們開始這個節目 的題目 相當之轟動 我們上星期已經預告了 亦都在我們節目 錄影的時候 剛剛前幾十個小時 才知道資料 但不能避免這個題目 因為實在太 歷史性 一早就知道 是這一天會公佈 甚至乎大家看 我們節目的期間 你會看到 已經在香港的新聞 已經公佈了更多的相片 這就是 James Webb Telescope 你可以想像就是 將哈佛望遠鏡以來的貢獻 再重新再更新一次 我們有一個更加精確 更加靚的望遠鏡 看更加遙遠廣闊的太空 拿到更加準確的資料 但你看後面的官方網頁 還有兩個多小時 我們正在做 即是你猜到我們 這個節目製作的時間是多少 是很接近的 但我想說一件事 今天這個公佈 或者上面的公佈 非常具正義性 一般來說 除非當年的太陽神登月計劃 尼克遜親自去接見太陽神登月計劃 否則涉及這些技術性 或者科學的問題 一般的總統 其實是不會介入的 但我相信這次有少許特殊的原因 其一 真是一個很具禮程碑的天文學發言 第二件事 我覺得拜登也想偷光 正正在美國官方公佈之前 其實他已經留了少許了 有些很棒的東西給大家看 然後正式由美國總統拜登公佈的時候 他就會公佈其中的五張 比較高清的圖片 甚至乎到拜登公佈完之後的一天 就會更加多的精確的圖片 來公佈出來 你發覺他就擠麻高 看看多一點 讓你看到這一個 James Webb Telescope 比哈培望遠鏡更新一代的 新的天文望遠鏡的威力在哪裡 是的 我們去介紹 我相信今天起碼用兩節的時間 因為這個新聞實在太重要了 我們不如由那張相片說 還是我們重頭說 James Webb的望遠鏡 要哪裏 我簡單說 比哈培的較強 要比較 比哈培的 你預料比要大 看遠一點 實際上 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他擺的位置是不同的 哈培望遠鏡 相對擺在附近地球的軌道上 就是說他基本上 在繞著地球 不斷轉動的 比起地面的望远镜好座是哪里呢 就是没有大气层的干扰 如果这个James Webb 他就放在一个比离地球更远的地方 那个叫拉格朗日点 Lagrange Point 在Lagrange Point那里最重要的是 那个是一个更加稳定轨道的位置 他不只是远 他还可以很稳定地站在地球的背部 即是说他相对接收少了太阳直射的辐射 在那个位置背向着太阳 一路看着宇宙 你可以想象 地球一路跟着太阳转的时候 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就不像哈勃那样的 哈勃就日以计计地转 他很多时候会被太阳直接晒到 但是这个Streamsweb他不会 他一路就躲在地球的后面 地球一路你可以用他的阴影来掩护住他 掩护不完 但是少了很多干扰 他在地球一路绕着太阳公转的一年里 他不停地背着太阳向着外面的方向 一路这样掃整个宇宙的景象 你可以想象到他受地球干扰少些 受太阳干扰少些 他本身的能力也比较厉害 所以他是一支比较厉害的望远镜 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这个图标选 L1 L2 L3 L4 M 全部是拉脚的旅行点 那些就是你要懂得牛顿力学 你就要明白 究竟如果我要放一粒东西 在地球和太阳的重力系统里面 哪个位置相对有一个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的意思是 你一放进去的东西 就可以留在那里面 而实际上 你现在看到画面的图里面 有些L1 L1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它大约在太阳和地球的重力 影响中间的平衡点 大家的拉扯是接近的那个点 即是说 无论太阳给它的引力 地球给它的引力 差不多的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用来放一些 观察太阳的望远镜一流 因为它稳定 稳定地对着太阳 不会有时移开了 兜了地球后面 被地球遮住 但是如果你不是想看太阳 想看太阳 你是想看太阳以外的其他 亦都想排除太阳的干扰 就放在地球的背部 L2 L2 而L4 L5 就是另外在轨道上面的两个点 你会在那里发现 比较多的碎石停留在那个位置 然后L3 就是 完全被太阳遮住太阳的背部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甚至乎台长做神秘之夜 可能你也讨论过 会不会有一颗 但是我们未知的星躲在那里 不知道 有些星躲在太阳 或者有个小船躲在太阳 躲在太阳 但是你说 如果有些隕石和碎石 躲在那里 我不惊讶 这个位置 你要理解 拉格约 如何2 3 4 5 是这么稳定 这个就没有那么直观 好 这个就讲到当时 为什么要决定这件事 是 哈伯和James Webb 最重要的是 现在有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James Webb 的梦见镜 和哈伯的梦见镜 现在在我的头 就是哈伯拍同一分 台长那边的 James Webb 你很明显看到 多一点少一点 清一点 当然 如果不是 就不会放上去 其实和哈伯望远镜 我记得 当时哈伯望远镜 他摆了个望远镜 上去之后 第一次是坏了 拍出来的东西不清 那天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然后摆了个法部会 然后把官员去看 但后来发现不效 于是乎 要再派太空人上去整 整完之后 他真的摆了 我记得新闻法部会 背面的backdrop 就是他整大块海报 拍到那个影像 就看到了那些星 当然了 你可以想像到 今天那个会 再厉害 再漂亮 以前看到蒙 再看清楚 其实是这样的 他给第一张 给大家看看 其实就是 把那个新闻 煲热去 我自己觉得 行外看热闹 行外看门路 你如果问我 我没有那个正式数据资料的人 其实我说不到 行内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有些旧的东西 拍清了 有些可能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看到了 究竟在那些 现在看到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 我自己完全没有 这个数据 在手上去看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 听完我们说 其实我看到 暂时新闻报道 也很少提到这件事 你不妨去看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或者台长自己可以对于画面 例如我指给他看 太阳是这个位置 这一粒 台长跨了这一粒 你会留意到 好像有个白色圆点 光的旁边 黏着了一条 好像优引黄黄色的东西 还有台长 你会觉得那条黄黄色的东西 好像乱公虾 对 但是它原本不是这样 其实这里很明显 是有个重力透镜效应 即是说光线是一个非常大的质量的物体 旁边刷过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 远曲 因勇引力而远曲 而且好像这个弯曲 还包括时间 是的 其实在这些无论哈勃 或在这次James Webb 你是很容易看到那些很遥远深处的星体 它们的光在很遥远的地方 过来 中间穿过很多 拥有强大引力的系统的时候 它们的光线 不是真的直接直线来我们那里 它中间经历那些有重力的东西的时候 它有些会被拆散了 有些就会被copy 做了几个copy 在这里 譬如 就算在这张照片 你很容易看到一个 就叫重力透镜的拗影 其中一个就是 现在台长在画面上 你看到 大约在相片的中心 这个大约是两点钟的位置 斜一点上去 就有个系统 你看到白色的那一点 那一块 旁边有一条 被咬曲了的黄黄底色的 幽引蛇仔 其实就是它们两个系统 你可以想像到 黄色的那条蛇仔的系统 原本就是一条很直 或者一个橢圆形状 一支好像钢笔那样的形状 但是它发出来的光 它经历过一些大质量物体的时候 就被弯曲 所以它原本很漂亮 一条好像钢笔那样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会发觉好像 不知道认到有一些圈 那怎样认到有一些圈 就是你会发觉 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弧形线 即所谓 connecting the dots 对 我自己很粗略地 用我紧有的物理学知识去说 譬如这里有一些圆形结构 是你认识的 是你认识的 我要加强少认识大家 如果有支钢笔可以 不过刚才你说的 我要补充 在黑盘望远镜 其实都能找到 是 不过没有明显 有 黑盘望远镜 甚至乎有人拍到 有一个声音 被重力透镜的现象 copy了7次 这个我没有功力看到 但在这些影像 很容易 这些影像很容易看到 这些重力透镜的现象 这里我也看到 这里我也看到过去圆圈 是的 其实很有趣的 你见到很多这些环状结构 很多时候 它原本是一个影像 它通过中间 这个圈圈的中间 其实有一个很大质量的地带 然后重力透镜效应 将它后面 这个很重地带 后面很遥远的光 就拆散了 让我们看到 将它一件影像 拆散了 变成 放在一个圆圈 一个框框边 而很多时候 你不要以为 是一些 你看到很大的光点 就是 你不要以为是一颗星 其实是一堆星系 甚至 你见到一颗星系 这个不是一颗星 很多时候 是遥远深处 是一个类星体 一些原始的银河 为什么原始银河 和现在我们见到银河 有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就是结构上 它的成分上 有很大的分别 如果大家 喜欢宇宙学 会留意到 还有 有些就是 根本它不发光 可能是 你可以想象到 超巨型的黑洞 或者一些 已经熄灭了的星 如果那里有很多 这样的东西 就是很多很暗黑 又质量又大 都可以帮你 将光线屈曲了 所以 我们由这些重力透镜效应 我们可以估算 中间大约有多厉害 质量的东西 然后就是 这些一块块的东西 那些叫做 譬如 如果是很遥远深处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它们通常都是宇宙形成 比较早期时候 的一些 天文物件 如果我们看到 市前 就是很不好的 市前 它现在说是13亿年前 即是130亿年前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130亿年前 发生的事情 譬如 这一节 又要完 这一节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140亿 150亿年前的 没有的 因为宇宙 我们现在估计 应该是136亿税 除非这件事有修正 如果我们看到 130亿年前的 这件事代表着 是很贴近宇宙开磋的 对 对 盘顾初衣 好了 这两次的做法 我们15分钟就停一停 因为画面和声音 都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大家就忍耐一下 我们下次再来 好 下次再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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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